越不起眼的小设计越容易被忽视 LPN进入话题 日常小细节背后的大用处 发卡的小波纹 细长的黑色小发卡女孩子们再熟悉不过 但明明已经有了直线型发卡 为什么还会出现波浪型发卡呢 一战结束后女性思想随之解放 打破传统女性形象的波波头开始流行 为了能让波波头保持蓬松远润 旧金山的路易斯发明了波浪型发卡 并取名为Bobby Pin 很快Bobby Pin大获成功 毛线帽的小球 不知小时候 即使现在很多女孩子冬天戴的针织帽上面都会点着一颗毛球 为什么会多出一颗球呢 原本的设计是用了保护头部 18世纪的海军就带着一点点加了毛球的编织帽 船舱天花板很低 一不小心磕到 毛球能够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 高尔夫球的小拗面 假如把高尔夫球做成光滑的 它难道不会比现在飞得更远吗 直觉告诉我们好像会 但现实和空气动力学告诉我们并不会 19世纪时球员意外发现表面满是划痕的旧球 比光溜溜的新球飞得更快 渐渐的 人们即使拿到新的高尔夫球也会划上几条滑横 考虑空气摩擦的话 有滑横的球确实受到更多的摩擦 但比起这点摩擦 光滑球在飞行过程中会减小球后方的压强 压强差导致光滑球更难飞行 而在300多个凹面的高尔夫球 能够缩小这个压强差的区域 反而飞得更远了 棒棒糖的小孔 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走落的风声 反正大部分人都听过这个说法 舔完糖之后出现的那个小孔是留给你吹着玩的 然而真相是因为塑料表面相对光滑 开一个小孔让糖液流进去 冷却之后内外相连 糖球被牢牢的固定在棒棒上 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它俩突然分离了 硬币的小鞭齿 现如今全世界相当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 硬币边缘依旧保持了锯齿状设计 原因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 当时西方制作硬币的材料多为金银 很多不法分子会把货币的边缘偷偷磨掉一部分 磨到最后已经不成样子了 把硬币边缘做成锯齿状 被打磨过后一眼就能够认出来 防打磨的同时提高了贾币的制造难度 小伙伴们你还有哪些小困惑呢 留言评论吧